这天台北一所国小正在欢庆园游会 才刚刚结束没有多久 就一个女老师被发现沉湿在地下停车场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这个杀人凶手 他的犯案手法是非常的罕见 是把一层厚厚的消防土就盖在死者的脸上 而这一层的土到底盖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经过调查之后就发现了 这个死者的父亲是一位高阶警察 一戏之间同时爱女 他发誓一定要揪出这个真凶 在当时现场还采集了指纹 只不过回去比对 却怎么比都比不出一个所以感 而这也成为了一个谜团 之后吴爸爸每到下着雨的夜晚 他总是会回到案发现场 希望能够感应到一些破案的蛛丝马鸡 不过却怎么样都找不出来 而一晃眼八年的时间过去了 直到有一天吴爸爸挂在房间里面 女儿的照片是突然之间掉了下来 他挂回去之后 这个照片又再一次的掉了下来 这时候他就觉得说是女儿在告诉他 这案子就快要破了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杀人的手法 我们觉得很纳闷 我从来没有看过 更古以来啊 唯一大概看过这样的杀害的方法 罕见的杀人方是脸被厚厚一层土盖住 这起命案有多少冤屈覆盖其中 其中有一个嫌犯 他讲说以前听阿嬷讲 如果一个人脸把他封住的时候 他的魂魄 他的灵魂就不会 就没有办法出来 没有办法投胎啊 然后他就不会来找你 就怕死者冤魂所命 不过案子总会自己找人破 一张照片的掉落仿佛显灵 成了八年的冷暗破的离奇 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民国83年 10月15号的时候 当天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六 所以呢当天是就是他们有办园游会 那园游会呢 后来园游会结束之后就放假了 内湖一所国小举办校庆园游会 师生开心欢度这一天 校园里充满的是孩子们的笑声 还有大家愉快的心情 放假呢吴小慧老师 现在一楼的办公室 他先处理一些事情 结果呢到下午的时候 他就跟同事讲 我要到地下室停车场去洗车 好 那就洗车了 当时同事也不以为意 单纯的校园总是令人放心 吴老师平常在学校人缘相当好 也认真教学 不管是同事还是学生 都好喜欢他 不过谁也料想不到 说完这句话就跟大家诀别 因为一场命案已经巧巧上演 单纯的校园早已变成了命案现场 就刚好有一个男老师 从外面请问了车回来 因为他们那个铁卷门是电动游控的 那游控之后呢 铁卷门一开的时候 他洗一下那个波道的时候 就发现了吴小慧老师的车子 就停在波道上面 然后引擎发动的 车子怎么会停在这儿 出了什么状况吗 把车门打开看看 所以他觉得一看里面又没有人 那车子就停在那个波道 斜斜那个地方 好 结果呢 他就觉得蛮奇怪的 就往内骑 后来骑 骑 骑 骑到里面 然后呢 车子停好要走上去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 一个好像女孩子的身体 然后呢 在侧合的地方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 这个女老师 怎么最后会死在地下室停车场 不得了了 停车场里头竟然有女性遗体 而且死状凄惨 在结果的时候呢 我印象很深刻 嘴巴的地方呢 就是打开以后 发现里面都是泥巴 所以表示 在塞他泥巴的时候 他嘴巴有张开 想要呼吸 但是歹徒就硬把它挤压进去 所以他整个嘴都是泥巴 所以呢 最后泥巴把呼吸道闭晒了 再加上外面的泥巴 高20公分 所以几乎没有活命的机会 到底会是谁 连最后一点点的机会 都不留给他 校园发生命案 事态严重 震惊所有人 这得赶快打电话报警 从车子到医务一比对 确定死者 就是学校的吴老师 他死的时候 脸部是被盖住 类似什么混泥土 这种泥巴的混合体 所以他的死状极惨 震撼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 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好老师 不只学校主任无法相信 学生们听到消息 也相当不舍 我觉得那个老师很可怜 做人很好 他是我姐姐的老师 以前自然老师 姐姐怎么形容他 做人很好 对小朋友都很好 对人总是友善 充满教学热情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被人杀害 而吴老师的爸爸 正是当时台北市中正义分局的 副分局长吴正吉 再也回不来了 从此跟父母天人永隔 一家人曾经幸福的画面 瞬间成为跟女儿最后的回忆 痛失爱女 他誓言一定要逮到杀人凶手 这个消息就传得很快 几乎学校的老师都知道了 很多老师就感到 现场的地方 吴老师人缘好 其他同事悲痛难过 也纷纷赶来现场击败 等到通报我们去的时候 我一看 哇 那个香盖上面 擦得蛮多只香的 那表示已经很多老师 到达现场 他的现场被破坏 太多人来来去去 看起来合乎人情 不过现场激正也被破坏 地下评测场 一般地板不会很干净 都有一层灰土 那灰土有一个特性 你脚印 你心裁的脚印 就会再跌上去 他脚印会一个一个 这样跌上去 所以原来的脚印 可能是歹徒的脚印 都破坏了 指纹跟脚印实在太复杂 根本没有办法去 找到真的凶手 有些证据因此消失 那么在现场 还能找到什么 那个头部旁边发现 有一些泥土 把那个泥土加水之后 它就会软化 软化旁边在那个地方 发现有个脚印 这会成为破案的 关键脚印吗 当时我们非常寄望 那个脚印 可能就歹徒 因为歹徒 可能在破你的时候 他要按那个 就是把泥把转到 吴小慧老师那个脸上 可能是歹徒 在那个地方破你 不过结果令人失望 抵对之后 发现是远景留下 因为那部车 停在那个斜坡那部车 我们也请了 刑事检察局 指纹室来支援 到那个地方 来进行相关的财政 结果总共好像有 我记得有三枚指纹 这三枚指纹 会成为破暗树光吗 当时以为是 附近的一些 有前科的人 不然就是可能是游民 甚至可能是外老 还有呢 有怀疑是学校老师 对不对 是不是学校老师 爱慕不成等等 下手等等 所以学校全部查了 附近的一些 治安顾虑人口也查了 是不是有其他的改图 可能是附近的外老 可能是该校的男老师 能做的警方都做了 不过还是没有进展 而这指纹 似乎不是大人的 整起案子陷入瓶颈 到底该怎么突破 嫌犯又为什么要挑他下手 到底为什么 要让这幸福的家庭破碎 过年 在一般我们在这民主 过年大家要聚餐 我太太她都 在把多一碗换 多一碗菜 都摆在那边了 等于说吴小慧 他还没有离开 昔日抓嫌犯 如今女儿成为被害者 内心的煎熬 谁能体会 对你们可以将心比心吗 假设当父亲了 他到那个辖区去 当那个分局长 他自己女儿的案子 他当然很想破案 不管如何 就是想亲手逮到杀人凶手 就连下雨天的夜晚 他也到现场 为的就是离破案 更近一步 吴正吉当时在内服 当分局长的时候 有时候下雨天半夜 他希望能到现场去 再去巡视一下 甚至于他想感应一下 那女儿会给他一些灵感 甚至于托梦 告诉他这个案 还要怎么破案 再怎么清查 还是一无所获 整起命案 慢慢地沉寂下来 不过半年后的这一天 有一天警方在例行路检 一名年轻人拿不出身份证 还有驾照 被带回警察局 但是没想到 他竟然惊人地说 女老师的命案 就是他做的 这岂不是天上 掉下来的凶手吗 不过他的话 可信吗 当时警察一吓一跳 你自己承认这个案子 是你干的 询问的原警呢 就马上通报专案组 但是他的指纹 跟现场留下的不符 检察官也发现 他领有残障手册 说话颠三倒四 根本不是什么杀人凶手 破不了案 无正极 满是思念 心中的难过 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 不过女儿的照片 始终挂在家中 这天不可思议的现象 似乎透露些什么 到办公室呢 看公文 还不到二十分钟 同样 那里面又发生 有中大小声 但是我进去的时候 发现五小的照片 都从上面掉在地上 我那时候我就感觉 案子掉破了 那吴正极不以为意 再把它放上去 他过没多久 马上照片要自己掉下来 事隔两个月之后 这个案子就破了 父亲节的前夕 女儿的冤终于真相大白 就像是给吴正极 一份父亲节礼物 八年之后 我在开车 开车呢突然新闻快报 新闻呢是就是电台的新闻快报 就是呢民国八十三年 新湖国小吴小慧老师的命案 刑事警察局宣布侦破 我就怎么可能 案子成了八年 竟然宣布破案 而这命案的杀人凶手 令人难以相信 你用什么话被社会大众交代 这年后话才会后悔吗 你摇头带老婆后悔是不是 这个案子当时犯案的小孩子有两 黄丰当年是十五岁 然后呢黄丰当年是十一岁 小学五年级 黄敬嫌犯成年之后去当兵 在意南指纹库有了他的档案 服役期间犯下性侵国外女子的案子 而刑事局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针对冷暗重新查验 比对到他的指纹 这起冷暗终于露出了曙光 原来当天他们看了成人影片 接着来到吴老师教书的校园 翻场 翻场到学校那个地方就晃晃晃 就晃晃晃 随机的随机的晃晃 就晃到地下室 就看到吴小慧老师 就弯腰在那个地方洗车 突然心生歹念 吴老师吓坏了马上反客 没想到黄系嫌犯 竟然当场把人勒昏 还成为杀人凶手 这个杀人者偿命 不过因为两位他们在犯案时 两个考量 一个是年纪尚佑 都是未成年人 刑法的成年是18岁 一时性期 所以法官考量这个状况 并没有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而是黄姓嫌犯 判了16年有期徒刑 那至于黄姓嫌犯 就所谓他的这个朋友叫小泉 感化教育三年 这个是高兴 当然一个是悲伤 高兴 总是说这八年 这个案子总很破了 那悲伤 让我再想起这个事情 其实我非常难过 沉寂八年的案子 就在死者照片离奇掉落之后 宣布破案 也让命案的谜团 终于解开 恶有恶保 善有善保 不是补报 是时机未到 所以时机到了 这个案子就会破了